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桃 最近幾天 台灣富豪曹興誠熱度不減 在短短兩天內 至少有四家媒體對期出行採訪報導 9月20日 發言的標題是挑戰中國的台灣巨富曹興誠 到了21日 竟然在一天內 有三家媒體密集報導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是《抗共保台》 曹興誠透露將參與新陳百萬格無人機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對他的專訪 標題是《曹興誠抗共保台》的背後 而美國之音的標題是 台灣聯華電子戰統鑼 譚州革命約年任將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最近很多大陸的網友面對大陸當前的形勢 不管是政治、經濟、防疫 可以說憂心不宜 因此讓我們來看看一水之隔的台灣 看看曹興誠說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相信很多人有會為之振奮 會看到希望 曹興誠面對法國觀點周刊記者 曾以法會地說道 中國共產黨是沒有任何底線的合謀 只說服中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中共的特點就是為達到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 他認為現在留給台灣的唯一選擇是抵抗 記者問到他有沒有擔心會落到 好像《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一樣 真哭還是不是 曹興誠表示 他會盡量避免 他說黎智英當初在台灣時 很多人都勸他不要回香港 但是他認為中共會堅守底線 事實證明他錯了 所以黎智英的教訓 就是永遠不相信中共能夠尊重法律 曹興誠在《金融時報》專訪中透露 自己曾在1988年 以聯電董事長身份 拜訪時任上海最高官員江澤民 後來江澤民當上中共國家主席 曹會自己當時覺得 那些人的手上全部是血 跟他們的握手 感覺很邋遢 曹興誠指出 自己當年與聯電大股東 二任聖寶集團總裁 陳聖烈一起拜會江澤民 但活動過程中 心中不舒服 隨著中共國開放 好得對此充滿希望 但當時大戰陣 與江澤民見面後 僅僅一年 天安門事件就發生了 以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曹興誠當日對英國《金融時報》 還表示 將參與生產100萬架攻擊磨機 以簽敵於探頭 並希望在兩三月時間內 迅速確保台灣人物 北韋戰 並做好反抗入侵的準備 曹興誠在這次專訪中表示 他正與台灣無人機製造商合探 組建產業聯盟 以低成本快速生產 100萬架攻擊無人機 若是中共軍隊企圖登陸及 藍隊越過台灣海峽 我們便可以痛擊他們 曹興誠還指出 只要成功阻擋共軍登陸 台灣即時遭受 對岸長時間軍艦和導彈攻擊 都得守住領土 他還說 必須訓練出台灣 每人都有堅強意志 周遇同依戰時 應該在城市租得軍軍時 依然是氣高 他還談到期政治立場編化過程 並表示香港2019年反送中運動 促使他對中共的態度 發生根本轉變 他說 我要大聲告訴台灣人物 小心 一旦你走到在香港現在這一步 就沒有出路了 在德國之政隊的專訪中 曹興誠說 1988年 他見江澤民和曾慶紅時 那時候中國大陸幾乎沒什麼經濟 對台灣商人非常禮異 但之後就變了 他說 見江澤民的前一天晚上 曾慶紅請他吃飯 他當面問真 你們怎麼看中華民國 曾喜先不如 他又追問 你們是不是把中華民國當成 已經滅亡了 這時候曾慶紅才掛 一般是這個看法 曹興誠當面蒼曾慶紅 那就麻煩了 什麼一國兩制 什麼兩岸同胞血濃於水 那就是阿鬼 曹興誠中談到 2019年看到 中共對香港人的打壓 讓他認識到中共是不可信的 因為他談任何條件 時候都可以反悔 香港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是多麼斬釘截鐵的承諾 是鄧小榮 朱鎔基一再說的 結果二十年就變了 所以共產黨不可信 不要跟他談 佐英誠說 他曾經也是香港中聯辦官員的 佐上濱 中聯辦官員親口對他說 如何整治香港民眾 找流氓 公安痛大一頓就乖了 他表示自己起初難以置信 單詳就發生了 721元朗地鐵閘 黑幫無差別攻擊香港市民的血清事件 曹興誠說 21世紀 警察帶一大堆流氓來 拿著棍棒擊打 任何看到的人 你這麼多人進來 警察通通不見了 打了之後 完了之後 警察才出來 所有這些人 一個都沒有起訴 就是警察帶來的 所以共產黨就是這樣 他暴力又流氓 所以我說 他是一個流氓政權 很多事情 沽冥堂說解決不了 他要找流氓打來 就可以這樣 現在接受美國資深專訪時 曹興誠表示 台灣不可能靠兩岸對話 將避戰 唯有強化自我防衛 才能抵禦中共入侵 他還批評過 中共領導人 就近於腦袋中的 特務習近平 官說的舊思維 如果繼續連任 恐大被中國重大災難 曹興誠在接受美國資深採訪時表示 身為外省人 第二代 他很清楚 中共的各種兇賊 謊言 暴力和鬥爭 因此對中共 毫不信任 曹興誠是台灣半導體業教父級的人物 對中共極私 彎道超赦 發展至急自主的半導體產業 他不謂言稱 中國毫無成功的機會 他分析 半導體產業最倚重的是 全世界技術和創意交流 中國現在幾乎 與全世界為定 怎可能有發展前景 面對全世界的封鎖 不單止半導體業 中國其他產業 前景可能都很暗淡 曹興誠認為 台灣軍隊有能力抵禦解放軍到海內翻 但一般民眾的心惑仍不弱 尤其台灣內部仍有投降派人士 竟然鼓吹共軍內翻事 不要抵抗 在這種民心不團結下 無法抵抗中共的侵略 中共8月以來 密集對台軍演 台灣總統蔡英文曾向北京喊話 呼籲建設性對話 台灣最大在野黨 國民黨主席朱立良 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 亦重申 兩岸對話可以避免戰爭 對此 曹興誠並不認同 他舉例 俄羅斯侵略烏拉前 烏拉和法國等歐洲大國 都呼籲莫斯科對話 但無責任中 曹興誠說 流氓巴零你 只能將他打倒 對話是沒用的 越對話 他認為你越隱約 保衛自己 對抗中共的侵略 你只有唯一之徒 曹興誠說 環球時報前總編 胡錫進課口攻進台灣後 要消滅台獨人士 中共駐法國大使 盧沙爾亦說 統一台灣後 要對台灣人再教育 他認為 另一種愚蠢的發言 只會更激發台灣自我防衛決心 反而讓台灣的統牌 或對話牌 啞口無言 更難以在台灣立中 再來分析一下海峽這一邊的中共現實題 美國之音記者近日採訪了中共黨史專家 晚年之內這本書的作者高文謙 他雖然也認為 習近平不任是大概率事件 已成定局 但他認為仍有原念 而習近平最大的擔憂是這件事 記者說 專家一般認為 歷史上中共黨代會宣佈召開 實際上已經是把所有懸而美決的問題 都解決了 黨代會不過是走國形式 你的看法是 高文謙說 中用高層運作 因為是黑箱罪和密室文化 黨代會都是先在黨的高層進行幫益 勾隊 達成妥協後 才會召開 不是有句話 叫大市開銷會 小市開大會 說的就是這種運作模式 另一方面 黨代會雖然是一個章被奪章 但按照黨章規定 它是一個必經的程序 就是必想要走這個國場 因此在最後結合前 仍然可能出現變數 這個可以說是經驗的一橋 就像市場經濟中交易雙方 自覺的過一瞬間 據當年林彪官殺 說毛澤東最大的憂慮就是在投票時 能否佔當數 他對這個事情亦心中無譜 亦擔憂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無相者如指 更不用說閘了 他說 這個黨內高臣達成協議後 又出現意外情況 並不少見 高文憲先生舉例說 文革結束以後 至少就有幾個好轉的 這種偶然事件發生之後 改變了整個歷史方向 比如 昨天在11屆三中全會前的 中央工作會的小組會上 他反而 提出彭德懷問題 提出康辛問題 市場傳到全會各組後 將後整個翻車 改變了11屆三中全會原定的 議事日程 導致華國鋒後來靠邊站 將成一個在中共歷史上 可以與中央會議相比的一個轉字點 第二個例子是1986年的 12屆六中全會 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當時會議幫是總書記 他主持的會議 日本基本快散會 結果六定一發言 提出不同意 栽提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下子 炸了窩 當場會議形成了兩派 最後 鄧師傅出來說一篇話 他說反對自由化是 他提的 現在不單要提 還要提20年 一直要提下去 導致整個局勢逆轉 匯邦亦在第二年初下台 不過 高文謙先生也說 如果爭取現意外 以鄭亦將喊入生死之戰 他一定會在第一時間盡快美平 如果演變成燒場之戀 以襲擊為人 他很可能霸王硬上攻 不惜動用武力 任何事實都可能發生 幾年前就有例子 正在修憲取消國家主席 任其制的人代表上 他就在投票前 史無前例地派軍隊 踢政部中入會場震懾代表 因此他說 這種意外會不會發生 我們不知道 但誰也不能說 百分之百不發生 這就是我的看法 對比海涵兩岸 讓人深深感慨 感謝上天 為中華民族保佑這塊 勝存著真正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地 在我們內心深處 或是都懂得 這種文化才是我們 民族真正的靈魂 而這個 或是全球無數壞人 包括無數大陸人 無數香港人 希望台灣朋友們停絕的原因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提供有價值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助我們點贊 並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疫情新來的朋友 點擊訂閱按鈕 這樣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 再會 視頻